第二十題 將100公克比熱0.2的鋁塊加熱到800度C後 投入裝有500公克20度C的水的杯中 假設無熱量散失 則達熱平衡時水溫為多少 這種的兩個互相混合的題目 我們的想法就是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當然這一題沒有散熱 那我們怎麼算我們的熱呢 公式就是H等於MSΔD 那麼高溫的會放熱低溫的會吸熱 所以我們就是鋁塊呢是會放熱的 所以MSΔT 那麼800呢減掉末溫是T 等於吸熱呢是我們的水吸熱 所以呢MS比熱是1ΔT呢 我們用的是高溫減低溫 所以是T減掉20 所以呢這個100跟500可以消耗後 這裡會變成5 所以呢就160減掉0.2T 等於呢5T減掉100 所以一向之後呢變成5.2T呢 等於260 所以呢T就會等於50 所以我們知道末溫是50度C 所以第二十題問我們說 則達熱平衡時水溫為多少 我們答案呢選擇是A 50度C 我們答案呢選擇是A